在当代年轻演员中 肖战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多彩多艺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瞩目 他的表演风格独特 角色诠释深入人心 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舞台表演 都展现出了不凡的才华 敏锐洞察力肖战在演技上的独特之处 在于他能够赋予创造力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 并将自己完全融入到角色中 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洞察角色的特点 通过表情、眼神的微妙变化 展现出角色的情感和内涵 无论是颇具厚重感的历史人物 还是活泼可爱的现代角色 肖战都能够通过细腻的表演技巧 传递出角色的魅力和情感 多角色转换在电视剧《陈情命》中 肖战饰演的魏无限深入人心 他将魏无限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历程演绎的淋漓尽致 从最初的善良正义到后来的坚韧不拔 再到最终的深情后裔 每一个阶段都展现出了肖战的精湛演技 而在电影《朱仙》中 肖战饰演的张小凡则让观众感受到了他的温情和执着 从少年时期的纯真善良到后来的力经沧桑 再到最终的坚定无畏 肖战的演技得到了全面的发挥 多才多艺除了在影视剧中的表现 肖战的舞台表演和歌唱实力也备受瞩目 他的优雅动作和丰富的音乐感染力 为他的演艺事业增添了不少亮点 在音乐方面 肖战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才华 创作出多首快之人口的歌剧 《赎光点》《无感等》 他的歌声深情动人 给观众带来了愉悦的音乐享受 在舞台剧方面 肖战参演了多部话剧作品 展现了他扎实的表演功底 和卓越的舞台表现力 他存在话剧《如梦之梦》中 饰演医生五号病人 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感悟力 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 角色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此外 他还参与了音乐剧《魔法城堡》的演出 与其优美的歌声和灵动的舞姿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公益事业除了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 肖战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他曾多次参与关注儿童教育 环保等领域的公益活动 并捐款支持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他的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赏 总的来说 肖战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多才多艺 成为了当代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他赋予创造力的表演风格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使他能够将不同类型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同时 他在舞台表演和歌唱方面的才华 也为他的演艺事业增色不少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肖战会在演艺事业上继续发光发热 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艺术家 肖战演技 在海风表演做与其中的角色的演技 一位往城最主动的演技 另一位在演艺